又拉臭臭了,你真是能吃能拉的小姑娘,为什么你告诉爸爸你这么能吃能拉,消化好 来点爽肤粉,这样子不会起疹子了,对不对,会很舒服 谢谢爸爸,不客气,不客气,走走一会儿带大家看哥哥去好不好,叫马克起床好不好 这儿呢,马克在这儿呢,那你跟哥哥再谈会儿 嗨大家好,我是孙光,今天练的去上课了,我在家里看孩子,陪着马克和别人 因为前两天是万年不上课嘛,他在家里上网课,他现在既然已经正式在瑞典上课了 我们呢,只能是轮流着看孩子,今天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 随便聊一聊,是不是?首先呢,我就要干一件事情,他们都走了以后呢,我就要开吃了 吃什么呢?走! 哦,就是他,哈哈 坐好了,咖啡怎么还带片香菜呀? 看看周恩做多少片吧,但是不能离太近,知道吧?离太近他对眼睛不好 哈哈哈,唱个 葫芦啊,葫芦啊,一根腾上几朵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嘿嘿, oke 终于可以踏实吃我臭豆腐了 他们在啊,我现在不好意思吃了应下 确实影响人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北京人喜欢吃这种东西 从味觉上来讲,确实不太好 一般人接受不了的味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就是传统文化吧 是吧 行 真香 你不能拿个椅子坐旁边吗 你怎么洗的脸 吃不糊还在上面呢 我天哪 那干嘛呀 你饿了 那刚才叫你吃你不吃 现在又饿了又吃 我给你煮面条吃不吃 行了 今天视频总算的上传完了 太费劲了 天天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做自媒体 其实事情也是很多的 一天你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闲心 尤其你在家 还有照顾孩子要做饭 事太多了 你出去买菜子了 你八刀子 其实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时间 为了你干什么呢 出来出来你干什么呢 你把他往柜子里钻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盼着这帮人早点上学去 真的太烦人了 咱们给马克煮面 给他煮一个世界上最香最美味的方便面 为了你吃不吃啊 你吃不吃方便面 你煮面吃不吃 鸡蛋 也给你握个鸡蛋呗 吃啊 那你过来你亲亲爸爸 嗯 好好好好好跟你说 打仙儿这说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的 嘿咻 过来过来来来来 哎呀特别高兴 打仙儿得高兴 嗯 外里能够上学 能够喜欢这个学校 他没有害怕 没有胆怯 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以我对他了解 他可能 怎么说呢 比较腼腆一些啊 大家也都能看出来 他不是像我 他大大咧咧的 像那马克呀 是吧 大大咧咧无所谓呀 但是慢点呢 这回挺好 他没有害怕 他反而找了很多朋友 嗯 跟老师聊得挺好 跟大家交流都非常不错 老师还表扬了他 这点是真的 说实话 我这个当继父的吧 感到非常骄傲 他在语言上绝对是有天赋的 他数学反而不太好 英语他没有问题 啊 中文呢 慢慢在巩固 在学习 因为现在 隔一天上一节课 隔一天上一节中文课 一星期保证三节课 咱们的这位 来自南京的 特别好的老师 所以说这个万家能够步入正轨呢 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我觉得通过这次逃难吧 啊 因为战争 我们撤离乌克兰 对我本人最大的收获 就是万家的成长 他慢慢的从一个小男孩 现在性格明显开朗了 而且跟我们的关系 就是有一个缓和 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地方 对不对 以后会更好的 所以说我挺欣慰的 他能够成长 他学习上基本不用操心 在乌克兰就是优等生 在这儿我相信他的学习应该也是不错的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他成为一个爷们 让他性格更加坚强一些 怎么了 哎呦我天呐我瞅你这天呐弄什么东西这是 嗯 烫 你先等一会吧 啊 有点烫 吃饭 你说吃饭喽 吃饭喽 对 吃饭喽 我估计你吃不了这么多 这个等哥哥回来还能吃一点 给哥哥留一点 爸爸吃饭 吃饭喽 给 来 来点咱们的米醋 哎 醋呢 啊 这儿 香醋 这儿没有陈醋 烤 吃面没醋没灵魂 你用哪儿筷子吃啊 嗯 你说筷子 筷子 筷子 我闻闻啊 嗯 不好吃 不好吃 好吃 不好吃 好吃 来 为了 你先吹水 先吹水 先别张口 吹水 为了吹水 马克 没那么拿筷子的啊 正好你哥回来还能吃一点 哎呀 来来来 来 李 喝汤 你别齿了 对 别出声 什么 说多少色了 鸡蛋 你说吃鸡 我要吃鸡蛋 我要吃鸡蛋 嗯,对,就这么喝汤 不要出声 吹一吹 Hp you need it? C CV Vez C CVV C CVV 要吃呢? C CVV 你拿勺子,你把面条搁在勺子上,你给它 你知道吧,那面条搁在勺子上 对,你别太多了,它一口吃不进去 你看,你看,你这儿,你看,你看 这儿,少来点,把勺子拿起来 把勺子拿起来,对 你看,这有点多,跟你说吧 一根就够了,它一根就够了 行 对,太少了 这,这,这给它 好,给妹妹吧 哎呀,我的天,太逗了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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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草 咱! 嗯 爸爸 爸爸 嗯 你慢点吃 你看你吃着,我天哪 张嘴 不是张嘴,闭嘴,我给你擦嘴 张嘴,闭嘴,闭嘴 给你门嘴,门嘴 你门嘴,门嘴 你门嘴 媽,媽,媽 嗚嗚嗚嗚